方式是判斷说他是不是有存在 然后如果是的话就把它删掉再新增 可是实际上要另外一种方式说 那我以后呢干脆第一季不要删掉了 不要删 我不要删 增删工作名称 我是针对什么针对反正一定 预设一定有第一季的工作表就对了 然后呢我只针对怎么把里面的资料清掉就好了 我只清里面资料就好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换一个方式来来做的话其实 方法很多啦我不要删也不要增加 就是这两个不要删也不要增加我直接怎么样呢 预设 预设就是本来就有第一季 因为我们这一集本来就第一季嘛对不对 那我只是怎么样呢先把里面的资料给删掉 然后再加 所以呢如果要把里面的资料删掉再加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用录制的方式 其实基本上上面这几行都录制下来了 你就是第一个 先游标先放在哪里呢 假设你要删掉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你就是先游标先放在别的资料 然后点击的时候这个 因为点击动作才会被录下 比如说呢你希望录 刚刚那几行程式的话 基本上录制聚集 那给个名称我比如说叫聚集2好了按确定 游标先移到聚集1 所以他会把录下来对不对 第2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游标再放在A1的储存格 所以A1的储存格点一下 然后什么 Ctrl Shift 加end 对不对全选对不对 然后再怎样 再把它delete delete之后的话 里面是不是空的 空了之后再切到什么 切到那个1月份嘛 然后就把它停止录制 那就把这个录下来的那个工 聚集2 编辑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我刚刚游标不是 从下面滚轮 那个卷轴 没有 把它卷上去 你会发现 每次都录下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勇敢的把它删掉 因为这些东西基本上 只要你看到什么 Skull Row Skull Color 那些 Skull 只要是Skull的话 都可以把它 delete掉 为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只是 卷动的动作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删掉之后 你会发现 这几行 有没有 就是 这四 这五行 基本上 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这边 然后把上面的这些 有没有 把它 因为如果说你想要以后还要用到的话 你觉得删掉很浪费 怎么办呢 就上面按右键 编辑一下 这个有工具列 这工具列就是说呢 使程式 变为什么 注解 有没有 按下去 这些都变注解了 以后它也不会执行 但是放在那边 也不碍事 如果你觉得 你不想要删掉的话 可以利用什么呢 使 程式行变为注解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 你不知道说 这个写法比较好 还是那个写法比较好 那你 总不可能删掉 删掉你现在是 你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 这些写法比较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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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